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59集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是罕见的地脉巅峰潮汐 这几千年来 只有八百年前血系宗的无极子成功开启了九次潮汐 可对白小春而言 这不仅仅是地脉巅峰潮汐 这同样也是他不死成神功的一次飞跃 从不死银皮踏入不死金皮的过程 他的身体尽管由李清侯送出的保命法宝 形成的黑色覆盖 可依旧阻挡不住白小春全身的皮肤 逐渐散发出璀璨金芒 不死长生公不死卷的第一层 在这一刻白小春即将修炼成功 他的生命第一层质故 依然突破 这种事情多少年来虽然罕有 可却不是没有人做到过 毕竟 不死长生公的不死第一卷 其目的就是突破质故 可是白小春却是第一个在突破了质故后 如白尺肝头更进一步 于突破后再次的猛进 生命五大质故一层层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 都是单独存在 如同一个个原本固定了大小的圆圈 可这一树这固定的圆圈在白小春身上 在这猛进中突变的膨胀扩大 惊天动地 轰鸣巨响在他体内回荡 他的皮肤金色光芒越来越多 不死长生公的全面运转 更以生命质故的突破 使得他体内的第九层潮汐 使其转动速度加快不知道多少倍 从而牵引了苍穹上的第九轮漩涡 让这漩涡在猛烈的加速下 吸来的地脉之气更为惊人 如同一个良性循环 更多的地脉之气 让他体内第九层领海塑造加快 使得不死金皮的金光更多 加速了第九轮潮汐的转动 这个循环在这一顺 仿佛没有止击越来越快 在白小春加快速度的同时 宋缺用近乎投掷的手段施展血西宗秘法 借助他之前布置的阵法接点去抽吸地脉之气 一样的加快速度 对其他人来说 潮汐的时间是固定了 可这一次在白小春与宋缺身上 这固定被打破 对于他们而言 只要有足够的地脉之气 一瞬间吸来或者是一个月吸来 没有区别 就在这时 宋缺所在之地巨像陶天 他的第八轮潮汐漩涡 尽管有鬼崖在四周试图轰开防护干扰 可依旧还是成功 瞬间 他体内第八轮潮汐爆发 宋缺在闭关之地 一眼中露出癫狂与激动 第九轮潮汐 开 随着低后 宋缺闭关之地外面的鬼崖灭色一变 立刻就看到天空上 宋缺的八轮漩涡上方 此刻赫然出现了第九轮漩涡 天无二日 但这一瞬 云界世界的苍穹中 却是同时存在了两轮九层潮汐漩涡 触目惊心 撼动袭神 整个云界世界的所有人 全部轰动 而且他几个包括上官天有在内的 依旧试图维持潮汐开启的弟子 在这一瞬 灭色全部苍白 绝望中 他们的潮汐 不受控制的枯萎中止 根本就无法去与那如王者般的两大九轮潮汐去比较 更不可能在出现了两个九轮潮汐后 还能去吸收地脉之气 我不甘心哪 上官天有牙齿都要摇碎了 嘶吼疯爹 他的潮汐终止在了第五轮 选择注击之后 他演出杀技滔天 他又无尽暴虐要去宣泄 此地人度 他不能选择白小春 于是与鬼牙一样选择了宋缺 此刻咆哮 注击之后 默然冲出 只本宋缺所在之地 白小春 你去死吧 宋缺你也去死吧 他的心底在怒吼 注击速度全面爆发 还有赵柔 此刻也苦涩的不得不放弃 五轮潮汐 一样五轮潮汐的 还有徐小山 而其他几人都是二三不等 此刻 整个允建世界内 还在地脉注迹的 只有白小春与宋缺 这些最后一批潮汐枯萎的弟子 一个个也都带着怒意 与憎恨 要么选择白小春 要么选择宋缺 可总体来说 选择白小春的多了一些 毕竟强倒众人推 如今的白小春在所有人看去 依然是岌岌可危 而丹西宗赵柔选择的是 击杀白小春 可就在他结束潮汐的刹那 却突然发现 被自己炼制成傀儡毒师 放在此地守护自己的公孙瓦 居然消失了 无影无踪 没有任何痕迹 就连感应也都消散 这一幕让赵柔内心一阵 不敢深想 带着精一不定 立刻飞奔白小春那里 再快一些 再快一些 白小春闭着的双眼内 血色弥漫 他焦急啊 他要更快一些 他不能让洞府外的同盟 为守护自己而付出生命 就在这时 洞府骤然震动 如地洞山摇 白小春所在之地 被一股股大力 直接哄开 外面俘虏组成的防护光幕 此刻 直接四分五裂 在如此多人的围攻下 白小春的俘虏能坚持这么久 足以超越 其他天教的阵法 以及其他准备 可眼下 还是崩溃开来 随着阵法的崩溃 外面的三宗弟子 直奔白小春这里而来 一个个展开 沈通 轰向了白小春 好在 方黎 以及九岛被北韩列 与侯云飞阻挡了脚步 无法第一时间到来 再加上 林西宗的弟子也有另外两人底脉主机一起围攻 使得此刻出现在白小春四周的绝大多数是宁气弟子 他们人数虽多 数法虽多 可在轰来时 却被白小春身体外的神鹤多极速的阻挡 可侯云飞与北韩列 他们在宁气时就不如方黎与九岛 此刻主机一样不如 哪怕依靠人数为攻 以牵制为主 依旧还是显框连连 受了重伤 可哪怕吐着鲜血 侯云飞也依旧疯狂的阻挡 北韩列痴疑了一下 嘴角鲜血弥漫 体内声势很重 略微退后 他来帮助可依 但不愿为白小春付出性命 此刻眼看洞府崩溃 他觉得大势已去 立刻后退 方黎没有追杀 而是瞬间直奔白小春而去 与其他宁气弟子一起 要去哄开 白小春身体外的神鹤顿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找死 九刀眼中杀鸡一闪 他铸鸡不久 不敢动用太多修为 担心盗鸡不稳 可眼前这个侯云飞 似乎毫不在意 盗鸡是否会不稳而崩溃 如疯了一样 出手 这才让他被牵制 此刻 低吼时 他心中恼火 泯灭之力爆发 四周形成一片灭绝之意 向外猛地扩散 直接落在了躲避不及的侯云飞的身上 侯云飞鲜血喷出 身体倒卷而去 全身骨头碎裂不少 口中鲜血止不住的溢出 想要挣扎的战旗 可却做不到 只能悲哀地躺在那里 望着远处 被上百人围攻 一看不见身影的 白小春的方向 小春 都怪我没用 至于其他灵溪宗的弟子 此刻一个个也都重伤 好在此地的三宗弟子 都是整多时间去灭杀白小春 无心死战灵溪宗弟子 毕竟 这些三宗弟子都想第一个灭杀白小春 因为靠得越近 白小春死亡时 爆发出的地脉之气 吸收的就越多 而这些近乎历劫的灵溪宗弟子 没有多少战力 只能看着被上百人围攻的白小春 苦涩中 露出悲伤 据像惊天 方黎玉九岛 本就是天骄 又是七轮潮汐地脉筑击 带着上百宁气弟子 在这轰击下 白小春身体外的神鹤盾 快速地出现了一刀刀裂缝 白小春你去死 将你的地脉之气回归世界 方某虽无法继续潮汐 可却能让我带西宗弟子再多几个地脉筑击 白小春 绝不允许你成功凝聚 四周众人低吼出手时 那神鹤盾轰的一声直接地崩溃爆开 这掌门师兄送给白小春的法宝在碎裂的刹那 突然的里面传出一声鹤鸣 神鹤之魂默然飞出 笼罩白小春再次阻挡四周众人 可却飞快地暗淡 就在完全暗淡的遗述 最后一批潮汐枯萎的三宗弟子也出现在了此地 加入到了围攻中 这些人尽管最多的只是五轮潮汐 最少的只有一轮 可毕竟都是地脉筑击 他们的出现仅仅是一次出手 就立刻让那神鹤发出一声悲鸣 直接溃散 尤其是丹西宗赵柔出手极为狠辣 此刻在神鹤碎灭的遗述 直接一直点出要穿透白小春的眉心 你就算现在九轮潮汐被中断 一八次潮汐住气也都难逃一死 灵西宗都该死 赵柔绝美的容颜 此刻露出怨毒 刹那碰到了白小春的眉心 可他想象中白小春头颅爆开的画面 却并没有出现 而是被一股大力猛的弹开 退后数招 此刻 其他人的攻击也陆续地落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轰鸣套天 白小春全身黑色的皮肤散出黑芒 全部阻挡 该死他 他居然还有防护 这白小春的防护准备如此深厚 他一定是断定自己可以九次潮汐 直到会引起众怒 所以来的时候才准备了这么多 多少都没用 即使他吞了多少地脉之气就要吐出多少 护发扩散 七八个住击修士同时出手 上百宁起弟子全力轰击 即便是李清侯送给白小春的保命之宝也迅速地扭曲 在坚持了少情后 咔的一声被打散 重新化为白小春手腕上的手镯 其上几道列文显现 若非这些人刚驻击 不该用出权力且各有打算 怕是会彻底碎灭 在这黑芒消散的同时 也露出了白小春全身上下 一片金芒无尽 如同金身 赵柔大喊了一声沙 眼中露出快胃 瞬间临近 右手食指抬起 正要继续一直穿透白小春的眉心 可就在他靠近的刹那 白小春的双眼猛地睁开 那是一说 野兽般的双眼 带着无尽的疯狂 更有滔天的怒意 这一刻 似乎整个世界都瞬间的凝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